早晨好,今天我们这边还是一样 早晨时间中太阳还没有晒进来 所以这边都比较冷,今天我们就要出发了 刚才就去熬了粥 我们先把早餐吃 水已经烧上了,等会泡点茶叶 红薯玉米粥,这个碗也太大了 感觉我能吃三天早点 先吃早餐 太阳出来了,我们也要告别这个小营地了 现在收拾东西了 我先把车倒出去 热车也差不多了吧 语音已启动 好,启动就启动吧 我是怎么进来,走小时的 拖挂倒车啊,看着好着急啊 不过就一些倒的算不错的,能控制了 拖挂其实就是倒车不太方便倒,其他都还好 啊,我们出发 好,先往前走吧 哇,这个大桥漂亮 这大桥可以开的慢一点 左右都是朋友,其实在这边待两天是蛮好的 这下边还有主车的用盘 天岛湖确实这个水很干净很清澈 就是鱼贵了点 那鱼确实是好吃 做好的特别好吃 但是也不能天天吃的吧 每天坐在这儿,昨天我们去看那个 吃饭的时候那条街上 除了鱼没有其他的东西 有一家卖其他这种土菜的,土菜馆 生意特别火爆 就是被逆向思维的人 大家都卖鱼我就不卖 然后他生意就特别好 卖鱼的那些店里面没有几个人在吃 因为可能不是旅游季节吧 旅游季节可能就爆满 在开化的龙顶服务区休息一下 上午一上午开了两个多小时一点 今天就要出浙江了 进入江西省 超长车,挺侧边 哇,亮一下 这边看一下太阳能转换率吧 我们 这个哦,现在999 满电,就没法看 我新车发电一路都没开 新车发电都不开,都是关闭状态 好吧,那只有用掉一点电池 再看看吧 因为太困在服务区 刚才去小咪了一下 现在精神饱满的 继续往前走 我们还有 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一点 就 现在目前是不是已经出浙江省了 看一眼 哦,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出浙江 我们现在还在浙江省 反正出省的时候应该会有个收费站 精神饱满,出发 引领关 从这边开始我们就正式的进入了江西省 或者浙江省 这地方应该是吧 要不然不会在高速公路中间会有一个收费 收费 哦,果然 看了一下手机 果然就是这个 我们要进入江西省 怎么EVC还堵车 嗯? 什么情况 哦,看到车友了 他们在 停到这个 交通口外这 嗯? 那边有点 应该也是一起走的 然后他在那办ETC 高速口下的这个地方就有办ETC 不许一路上看我们出来的比较快吧 出发出发 进入江西省 哦,怎么EVC还进隧道 穿过了这个山就应该是 因为我们口国的这个 省界啊,城市的界都是以这个大江大河来区分的 所以应该是过了这个山洞 出去就是 你醒了,米勒 我们到江西了 我们到江西了 听懂哪里是江西吗 哦,出来了 到达物园 哎呦,看不到了 停在这地方 看到一个园 好,可以看到 因为刚才他那个ETC口坏了 我就直接走的是人工通道 所以我也手里边拿了一张卡 原本是可以ETC过的 原本是可以ETC过的 我已经过了收费口 现在在等他们一起走 嘿嘿 对,我们早晨走得晚 没看着 没看着 那你先往前走呗,我等等他们 一位客 碰到车友了,他们比我们走的还慢 结果骑的车可能是出现了点问题 这个 为什么这么半天都不过来呢 可能在问他那个拖挂的事 拖挂走不是ETC 非ETC通道啊,其实很烦的 ETC通道你就直接就过来了 没人拦你 哎呀,来了 现在停在路边,刚才在路边看到一个超市 进去之后买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吃的呀,粉丝啊之类的 还有一些饼干早餐 乱七八糟一大堆了 还没有时间忘记放 但是我们要出发路上到的地方再说吧 真的进了深山老林了 但是至少还有路嘛 只需要注意限高的处差行 因为开这个四行车一定要注意高度 他们可能能过得去的地方 但是我不一定能过得去 可能有种电线和挂断人电线 这个路很整,一直都是这样子 前面还有差不多三点几公里的路程吧 我有一个预感 就是晚上太阳落山之后啊 这边肯定会很冷 因为在山里面的这个温度啊 一到晚上就开始比较低 而且尺度比较大 潮气比较重 这都是我在这个山里边经常过夜的经验 所以趁着天没黑 赶快做饭吃饭 到了晚上啊 就到车里边了 天气好一点 暖和一点的话 还可以在外边看看星星啊 照照相什么的 走到这个江西啊 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灰派建筑 白墙,灰碗,高墙 而且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村子 屋原县的村子 就是它这边叫立新 立新村 两边的建筑应该都是新的 应该是新盖的 然后后边有旧的 也有老房子 看大多数都是新盖的房子 这条路越走越窄 越走越窄 最后通向一个什么地方了 最后通向我们今天的驻车地 不知道怎么样那个地方 但是已经有车友过去了 帮我们探查地形 像现在外边就是 几乎就是在山里边 哇,昨天有好大片水 哎呦,上面有治养鸡 养鱼的 哦,不是自然的 那水库里边也太有治养鸡 那种水泵 鱼塘 在山里边也是 顺着那种水泵 太客厉害了 对, education 潮叶 好好的 información 好好的